类风湿性关节炎 条理经验分享 完全调理好的经历 类风湿在医学上称为不死的癌症 想起2014年病痛的样子 我十个手指中度变形 发病时会红肿 疼痛 全身无力 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 而且疼痛红肿的地方不止一处 有时候手指 脚趾加上膝盖肿痛 腰痛 这样的折磨下 我几乎什么也不想做 更谈不上去求所谓的梦想了 每种病的来源都是有原因的 记得六七岁时 我就是个放牛娃 有非常多的时间都是泡在水里面 直到手脚发白 发皱 嘴唇发紫 再到沙石上打滚 直到把自己烫成红彤彤的热身子后 又跳到小溪里 继续泡水玩水 这样的日子 我过了六年 十二岁时 我的手腕就开始会酸痛了 当时 只有一处症状 读初中时 饮食无规律 昼夜颠倒 随心所欲过日子 二十岁身体陆续出现症状 比如 每次喝醉酒后 我的手就会开始红肿 疼痛 当时没变形 别人喝醉酒后 第二天就恢复正常 而我要用半个月才能恢复 当我觉悟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时 我离开了我做混混的城市 试着去改变生活 最后 因为没文化 我选择了做厨师 二十一岁开始 从事厨师工作直到今天 到了二十五岁 我的病就越来越严重了 手也轻微地变形 二十七岁时 因泪风湿引起的心脏病 胃病 急性咽炎 头晕等症状也接踵而来 当然 这是细医说的 其实 原始点人都知道 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造成的 就如我泪风湿的多处红肿 疼痛时 就会消耗身体大量的热量 这时 如果上背部 头颈部 下背部有体伤时 就会出现上面所述的 泪风湿性心脏病 急性咽炎 胃疼 头晕等症状 在这痛苦的岁月中 我不止一次想过死来解决问题 但更多的是求生 求健康的本能 让我坚持了下来 在病痛期间 我找过很多的中西医 然而医学所做的 就是问在答处 答在问处 最终 什么也没能解决 反而留下了更多的伤害与无助 直到最后 我也不再去找医生了 我想 我是个厨师 民以食为天 我从饮食上下功夫 或许能把病调理好 之后我就开始解烟 解酒 素食 良好的作息来改变生活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 当时三十岁 其实除了生活习惯好点以外 病痛改变的并不大 我在想着 是不是在营养搭配上出问题 还因此去学习了营养学 并一度迷恋于营养素 维他命元素 生机饮食 酸碱平衡等相关学说及工作 直到三十二岁 在一次聚会上 正好胃胀 胸闷难受 一位同学走过来 关心并带我到一个地方试试 后来才知道 是原始点医学 当时对方学长 简单问了我一下情况 然后说你忍忍 叫我趴下后 在背部的中段下重力 按了大概一分钟 当时我疼得大叫 手心 额头 脚心瞬间出汗 就在我叫完后 也就结束了 操作学长 当时叫医生 叫我起来 并问我感觉如何 我当时回答 哇 神了 一下子整个人全部轻松了 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 你竟然不用打针吃药 而且按几下 就搞定了 后来我问了同学 我说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要学习 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走上了 原始点医学的道路 当时学习的过程 并不顺利 理疗医生 并不真心地教人学习 把这门技术 搞得很神秘 当然最终 这个医生老师 还是脱离了原始点医学 当时 我拿了2012年版本的 原始点蝶片 花了一天半 就看完了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兴奋 这世纪上 竟然有这样神奇的医学 如获至宝 兴奋不已 从那以后 在学习的道路上 不管有多困难 我都能坚持下去 在原始点医学的指导下 我从疼痛时 就吃药 到实在忍不住了 才吃药 再到疼痛时 忍着不吃药 再到不用吃药的过程 也是我对原始点医学的 学习 与理解的过程 从一整个月 几乎在床上过日子 到一个月 疼半个月 再到一个月 痛三到五天 到最后 忘记了疼痛 从坚持每天的甩手 弹脚 到全身的有氧 拉筋运动 因体寒 体伤极其严重的我 每次的拉筋运动 都是一次 撕心裂肺的痛 而原始点医学的按推 温敷 正好可以抚平 每一次次 拉筋运动 带来的伤痛 就这样 我开始有规律地 把自己创作的运动 纳入生活中的一部分 做厨师所追求的 是色 香 味 美 最后才知 健康 与这些并没有 直接的关系 原始点医学 把食材 药材 及调味的药性 讲明白通透后 我才恍然大悟 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厨师 竟然就只知 追求好吃 吃好 而跟健康 几乎不相关 原始点医学 让我在从事 营养学工作的生活中 明白了健康 与食物 药物的成分 没有决定性的关系 有热能则生 没热能则亡 药性 才是饮食与健康的 第一要素 离开温热两个字的饮食 是不健全的 不管吃的是山珍野味 或是素食 或用了什么样高级调味 都是无法解决健康 与肌敏之间的根本问题 在原始点医学的指导下 我非常快地明白了 自己错误观念 与生活方式 于是我开始改变 一 经常按推 一条脊椎及七处 最主要按推一条脊椎 与头颈部的原始痛点 当时大部分是我爱人 帮我做按推的 在康复的道路上 一直要感谢我爱人的帮助 与陪伴 二 温热素食 在刚开始素食的一两年里 确实出现日渐消瘦 疲劳时脸色容易苍白 易乏力 手脚冰凉等症状 有些朋友劝我 不要再素食下去了 我回答说 两年后给你答案 重病 慢性病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先要减轻身体负担 就得从温热素食开始 三 运动 刚开始运动时 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对于一个全身没有移出 不舒服的人 如何走出第一步 也很盲目 在原始点医学 一条脊椎及七处的指导下 我索性创建一套适合自己的运动 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从一个像僵尸的病人 到身清乳液 经络柔软 且完全恢复健康自信的 年轻版中年人 四 心态的改变 原始点医学 把疾病的因缘果倒进 把生老病死的理说清 自然 也就活得明明白白了 从生活方式上改变生活 从为人处事上改变做人 从疾病的因缘果 了至生老病死 自无得知 没有疑病需要治疗 也没有哪一种病治得好 因为健康本身具有 既然健康本身具有 那工作 学习 顺境 逆境 也是如此 何必不开心呢 说真话 即使是现在 原始点医学 已经比较完整的今天 有一个中度 泪风湿患者来 找我帮忙的话 在对方完全配合的情况之下 我也得调了一个大半年 才能彻底的治愈 因为那是一种 全身心的改变 而不是暂时简单的 按推体伤 温敷解除疼痛这回事 对于体伤 体寒比较轻 且体力尚好的人来说 也许三两下或几天 就能有效果 但对重病 严重慢性病患者 就得反观自己 用心严谨对待了 原始点医学 让我的毅力之身 得以重生 感谢张医师 感恩所有 为原始点医学 前仆后继的学长们 因为我的病 早已好了很多年了 当时的生活记录 也都不在了 我就发一些 现在的生活 工作 运动照片与视频 和大家分享吧 谢谢 患者自述 张医师你好 各位线上的学长 大家好 我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一个泪风湿患者 其实我经常跟我爱人说 如果没有原始点医学 我要嘛快死了 要嘛已经死了 所以说非常感谢 张医师 非常感谢 那个12年到14年的 原始点医学 离今天已经蛮久的 当时原始点医学 没有像今天这么晚上 如果让我再病一次的话 而以今天的原始点医学 再来治疗一个泪风湿的话 我相信不用两年了 应该在坚信的基础上 你完全去做到的话 应该让我去做吧 我觉得应该半年左右 我就能搞定了 所以说那种泪风湿的 简单说一下吧 当时泪风湿那种 像僵尸一样的一个人 像我这样一个人 要跨出第一步 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比如说运动来说 像蹦得那么紧 又那么痛 那么硬邦邦的一个人 你要做到运动的话 全身又没力气 但是你必须的运动 而运动的话 那简单的运动肯定没事了 那肯定要拉筋式的那种运动 而那种拉筋 它是那种失心裂肺的痛 而那种痛 你还是得去做 还是要去做 那你为什么会去做 因为你坚信你自己人好 那你为什么坚信你自己人好呢 那你就是坚信原始点医学 没有坚信 没有相信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这一切的 所以说 我想说的就是说 在坚信的基础上 在原始点的医书里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那一切 不但是做人 不但是解除体伤 不但是温乎 不但是乐言 还有心态 医书里面全部都说了 所以说 怎么说呢 坚信就能把自己 把健康搞定 谢谢 患者女儿分享 自从我爸 他学会了原始点之后 我就不怎么会生病 然后就是学习状态也很好 当然这里也谢谢张医师 没有张医师的话 现在医院使得手段很多 可能我们家就破产了 患者近况 这个志工所分享的 非常精彩 我也蛮感动 从一个这么严重的 内风湿性关节炎 能够一步一步踏上健康 以我的理解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里我有几个感触 很多人对原始点 他只是泛泛的读过 然后要把这么严重的病治好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求人不如求疾 如果你不管患什么病 原始点 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他是自救之法 你如果真看懂 不是往外求 是往内求 你看他 说身体僵硬 现在看他的生活 这几张照片 你能想象 他之前换过 内风湿性关节炎 很难理解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靠他努力的 原始点 也只不过把道理讲清楚而已 那重点就是 看你愿不愿意做 所有的病 你身体本来就有致意力 就可以自我修复 而不是往外追求的 包括现在 很多人都还在往外追求 比如说 新冠肺炎 大家在求什么 如果去求医院 也没有药可以治 那如果是要预防 你求疫苗 那疫苗有些打了 还是会感染 有些打了甚至就往生了 像台湾最近也很多这样猝死的 我感触蛮深的 所以真正能治好你的 是自己本身 如果懂这个道理 外面的没有什么仙丹妙药 懂了日常生活 所有的你平常的一切 都可以是一个良药 都可以对你身体产生帮助 这才是真正的医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